那集團第911南下高雄 替諸葛亮信息掃接謝票 但原本應該歡樂的氣氛 卻面色凝重 一受訪就先公開道歉 因為你覺得說擔心受怕 然後我們也覺得這是個錯誤 然後也針對馬來西亞的朋友們 我們要在這邊跟你們說聲抱歉 對不起 你要慎重 兩名成員公開道歉 綜藝大哥諸葛亮在一旁打圓場 其實911出席電影卸票活動 原定下午3點現身 卻遲到了20分鐘 911成員建制也缺席 惹出大風波 全是因為和馬來西亞歌手 黃明志拍MV半神明 但畫面中卻出現阿拉拿槍 甚至賭博喝酒 不只爆發宗教歧視爭議 也傳言有人擔心MV褻獨伊斯蘭教 台灣恐怕會遭到恐攻 我們有跟公司講說 不希望把那個MV放上去 因為怕看不懂的人 會覺得說我們不尊重 我911我們會改 會改得很棒 諸葛亮出面解圍 用行動力挺911 引發這回事件的大馬歌手黃明志 也在臉書PO文 說整首歌從寫詞寫曲 到策劃MV所有內容的都是他 還說911是台灣的網路奇蹟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911 可是不小心被外流 所以我們自己沒有好好去想過 那個會發生這種事情 911近來市民大造 卻因為派MV涉入敏感宗教議題 導致軒然大波 在臉書三度回應 外界依舊批評勝浪不斷 這次成員公開盜竊 只希望受損的形象 能夠及時支寫 別讓高人氣再受打擊 自有成功民視照顧 高雄報導 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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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